我是希望帶有新的人 那我就介紹我帶了瑞達 我們歡迎傅瑞春導演 傅瑞春因為他新副 他比較運氣差一點 所以如果他當導演 他老是當副導演 所以我們就請他第二個字 他是很睿智的導演 那我跟他之間有什麼機緣或是嗎 因為我幫杜又齡寫一個劇本 叫做《你的愛情我在對面》 他始終找不到資金拍 那後來他就找很多人 又是不是劇本再重寫 是不是年輕界太老了 再找年輕的重寫都不滿意 結果找到傅瑞春以來 阿波瑞春那個小杜 叫杜之片 拿他的劇本給我看 我一看也有驚為天啊 我說寫得比我好啊 你就用這一本啦 後來因為小杜他想要拍這一部 資金找得差不多了 找得差不多了 然後瑞達是第一次當導演 他就商量我說可不可以幫他的忙 讓他作證一下 那我說沒問題 結果他那一本呢 不知道其實沒有通過 我也沒拍了 那反而是我這個籌資了六年 我得到資金了 所以我要拍 拍的時候我第一個就想到他 所以我把我原來寫的劇本 就請他再重寫一遍 他請我非常的滿意 他是天才 而且我介紹一下 他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導演系研究手畢業 他女士碩士 那 但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現場經驗 電影感啊這些都很好 然後演劇的技巧都沒有問題 而且他本身他的劇本也有文學性 也有哲理 那我就想說這個人是我要摘別人 所以就把他帶上來 那這一次是瑞達 那我是當總導演 他當導演 那希望學生的電影 如果這部能夠賣錢的話 那我們一直元氣下來 每一年暑假或者寒假都有一股 所以我說摩十五件不是誇張嗎 因為不是我自己摸 我讓他來摸 然後我還要繼續會找厲害的年輕人 然後我繼續的摘別 因為像我這樣的話 我在拍人家會說 我女兒說 你那麼老啊 你還要再拍電影啊 其實我第一天 這個戲開鏡以後 我第一天 我到現場以後 我整個的融入了 我有找到那個感覺 我好喜歡拍片 如果我能活到九十一百的話 我會繼續拍 但是我還在幕後 我在幕後 那我依心意義 我比較掛念的就是 台灣的電影能不能再起 台灣電影現在好可憐 現在你要跟大陸談合作的話 也是很難談 那你要自己拍的話 要收尾成本也是很難 所以好像我一直在講這個 賣座這個問題 好像很俗氣 其實不然 那個世界級的大台灣 日本人黑澤民 他有一本書 叫復原的影像 那個是橋本人他的編劇寫 寫黑澤民跟他合作的情形 他黑澤民的編劇一共有 連他自己一共有四個 黑澤民 橋本人 菊島龍山 小火 英雄 這四個人 那為什麼叫復原的影像呢 因為他每一次寫劇本以後 每一場戲都四個人都寫 不同的 然後再來討論 就用各種眼光來看 所以他們在劇本上的考究 是知道我們學習的 我們這個劇本已經拍了第八次 而且第八次是吃二 這表示十次以上 可能二十次以上 那這個再拍之前 這個劇本很重 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認為 海洋的電影要拍好看 賣錢 但是他又有內涵的電影 這個是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 那我這種觀念 我跟那個瑞寶也 也 也